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我是健身 今天是2025年5月8號星期四 有收到一塊主機板 還有一塊CPU Intel的i7-9700 這一塊CPU算是我收到最好的一顆了 現在用的是i5-8400的 剛好可以來做一個升級 本來是打算要測試這一整塊主板跟CPU 但是看了一下 它只有四個硬碟擴充槽 對我來講是不太夠的 加上我這邊也沒有多的記憶體 所以我就打算直接 將這一塊CPU 換到我現在在用的主機上 更換之前可以先上網查一下現在的 主機板的資源 接下來我們到我們的電腦上 查詢我們電腦的規格 那我自己習慣性是用 Space這個軟體 分析完以後我們可以找到主機板 去複製我們主機板的型號 直接上網搜尋 主機板的型號 查到型號以後我們就可以到 相容信這邊 那我們可以找到CPU的資源清單 看一下它的 資源規格 目前使用的是i5-8400 它是65W的 收到的這個CPU 它是i7-9700的 它也是65W的 因為它的規格差不多 所以我們比較不用擔心 電源供應器的問題 現在知道它已經有資源了 那我們接下來就可以把 收到的這一塊 CPU 換到我們現在在使用的主機上 你也可以看一下 我們這一塊主機板最高 支援到 i99900 確定沒有問題 我們就 進行 CPU的更換 換CPU 我們就是先把 蓋子打開 打開後我們就是把 塔扇 拆下來 換上CPU 這樣就可以了 已經將新的 收到的CPU 裝上去了 那你只要對這個 防呆的孔 下去裝就可以了 接下來我們上 新的散熱膏 散熱膏 我還是習慣把它全部推開以後 再裝 塔扇 這是我個人的習慣 昨天 裝上主機 測試了幾次以後 很可惜 這一塊 i7 9700的CPU是故障的 稍微看了一下這一塊主板 發現它這邊 有一個地方燒掉了 拆起來給各位看一下 這邊燒掉了 一吻有很明顯的燒焦味 所以這一次的收穫 蠻可惜的 要不然這一塊 CPU 它的功效還是 非常不錯的 不過很可惜它壞掉了 因為收的價格也不高啦 可以再將壞掉的CPU 或者是主機板 再賣掉 可以彌補一點點損失 那我這一篇 i7 9700的CPU升級影片 失敗篇 就分享到這邊為止 那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敬請訂閱和分享 謝謝